大家好,我是PUT76的小室 今天來到Studio測試 就是iFi Audio這一部 Lossless Hi-Res Bluetooth Transmit and Receiver 它是一部非常多功能的桌上解碼 它的玩法非常多變 可以有藍芽接收、傳輸 亦有USB DAC 和 RCA 輸入和輸出 究竟這部機在我們或我試的時候 又會怎樣試呢? 立即和大家實試一下 未和大家開始前 提醒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按全部 記得按全部 我們有新片才會通知到你 亦都可以Facebook、IG 全部追蹤 最好做我們科學會員 這一部SAMBLE 3 已經在我手上 其實它是一部很小的桌面式的DAC解碼 加藍芽接收和輸送 iFi Audio 我上次試過它的電源線 已經知道它其實很厲害了 老實說電源線在三千多元可以給我整個AV 組合的提升 其實這個品牌也不是浪得去明 之前的舊公司積下來的經驗 導致它做音響都非常強勁 它們推出最多的就是一些書桌式 或者是一些出街上用的解碼 降噪、電源性的東西 所以這部SAMBLE 3 今次來到我 就正正可以滿足到平時有很多朋友 想手機聽著歌回到家 都可以在家的大機上播放 而且得到好的音色 看到它前面有很多按鈕 而後面其實也有很多輸入、input或者output 第一個就是POWER的按鈕 按住它便可以開啟 然後旁邊這個就是工作模式 再旁邊這個就是輸入的切換鍵 而前面這個大圓圈既會有一個iFi Logo 亦都是一個藍牙Codec 以及PCM Format 的顯示器 旁邊這裏就會有一顆燈 這顆燈是製造聲音方式的kHz數值 即是44.1kHz 或者48kHz 或者96kHz 等等 再旁邊這個就是Transmit Mode 或者是Low Latency Mode 最後這個就是一個LED開關鍵 以及藍牙Pairing 鍵 按住它便可以製造藍牙Pairing Mode 後面有非常多的插口位 先說現在手指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平衡4.4kHz 輸出插口 旁邊這個就是RCA 輸出 另外旁邊的就是RCA Input 即是意味著第三方的設備都可以用RCA 插入 然後旁邊就會有一個光纖輸入和輸出 上面就是輸入 下面就是輸出 而旁邊看到USB-C 就是一個USB DAC 的插口 旁邊這個就是一個天線位置 再旁邊就是一個 DC 5V 的電源插口位 而上面亦有一個標籤 寫上每一種不同顏色的燈代表著甚麼 不同顏色代表著不同解碼的固定 所以大家可以按圖索機 這部電源是機仔細細 但功能多多 藍牙模式還可以吃到 現在最流行的 LDAC 和 APTX Lossless 究竟它有甚麼功能和技術規格是怎樣呢 稍後就和大家實施一下它有甚麼把握 這部i-Fi Zambul 3 是一部座台雙向藍牙解碼接收器 藍牙版本是5.4 支援接收和傳輸模式 而支援編碼包括 APTX Lossless APTX Adaptive APTX HD LDAC LHDC AAC APTX AAC sweatsuo USB DAC 光纖和同軸輯入 有RCA欸 無移輸出 自然是無二輸出 而最高採用率是24bituns 192kHz 又是QQCC 5181 遊戲製作記賣をDAC 也有odoxios ためuled por版本 multifunctional 裡面有一個房後和USB A to C 的解碼線 當然這兩條線都是一些普通的貨式 但二千多元這麼多功能的機器 如果給上一個好房後就更得了 所以iFi Audio 都不是一個蠢蛋 它本身也有一些好好的降噪電源處理 是可以讓這部機配合的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到他們的網站看看 現在我會在AV 房間 將這部機器充當解碼和藍牙接收器 試試播放大機和輸出耳機方面的效果有違點 現在立刻和大家試試 我會配合地投入每兩天一次 Time is made from honey slow and sweet Temptation I can't resist 我想很高貴地分手 沒醒著貓地走 要走緊這個土塞口 留到尾 記得這聲那些全部心聲 油彩會配合地投入每兩天一次 Time is made from honey slow and sweet Temptation I can't resist 剛剛就拿了這部Sandboo 3 播放一些歌給大家聽 但其實中間我只是用Sony Xperia 1 Mark 6 手機 藍牙連接這部Sandboo 3 接著再用RCA的一條線 直接接駁到Cambridge Audio這套前級後級的西裝 再接駁到R7 META 坐地喇叭的輸出給大家聽 這部機在我來說我有兩種玩法 第一種玩法就像剛才那樣 放在家裡放在廳那套機 接著就拿它來做藍牙接收器 放在手機上就在大機上聽 另一種玩法就是在桌面上玩 如果我有一對主動式喇叭 接著之後它可以直接給主動式喇叭 其實已經可以將手機的歌 或者是電腦上的DAC的歌 射到Active speaker 上 其實這些玩法 都是現在現時來說 非常之多年輕人 或者是一些像我那樣 家中又不想再添加多大小的東西 都是這種玩法 我試給大家聽當然是大機的玩法 剛才用這部手機 因為這部機是支援AIRDAC的制式 藍牙的AIRDAC 射到SAN BLUE V 在KKBOX找了MUNTEN的一手 趁你旅行時搬走 另外陳卓賢有Fan Hugh Postman 然後在TIDLE 找了Dianna Claude 的TEMPTATION Hugo 最喜歡的TEMPTATION 這三首歌其實都不完全是發燒東西 TEMPTATION 會好一點 因為Dianna Claude 始終錄音都會比較漂亮 但在頭兩首來說 如果我們聽廣東歌 其實這兩首歌都算是在錄音七素上 不是太過平面的一首歌 我自己會覺得SAN BLUE V 在做藍牙接收加解碼 再RCA轉到CAMPAGE AUDIO這套系統上 是人聲為主的 音樂的分離度不算很闊 但人聲會站得比較前一點 樂器等等 以現在這一刻來說 我用回原裝的火牛 原裝的RCA線 我覺得它在播放音壓 播放空間來說 你聽廣東歌就絕對足夠聽 但如果你要挑剔的話 例如Dianna Claude 裏面那首TEMPTATION 可能你會聽到樂器的分離密度 或者是分離感不太強 這個其實都合理 因為本身的電腦定價是兩千多元 之後我就用所有原裝線 但它起碼會給我一種乾淨清晰 而且是舒服的感覺 不會聽到有很大的東西 笼罩著自己 或者是完全聽不清楚歌手唱什麼 我覺得它其實已經是收貨 因為我還可以升級一下電源線 或者我把RCA轉一轉 已經是非常不錯的一種音色 所以在這個狀態之下我覺得也不錯 其實剛才我使用LDAC的狀態 在傳輸上是990KB 但它還可以支援APTX Lossless 在這個狀態之下可以行到1.2Mbps 但在機器上也沒有什麼選擇 而且APTX Lossless 其實是 belong to ADDACTIV 所以基本上它在這個狀態之下其實是沒有得去按 一定要行行ADDACTIV 而且在手機上 還沒有特別一個位置給我設定 是一定可以用這個APTX來行 不行這個LDAC 一會兒我會跟大家說一下 如何在手機上我強硬逼它行這個APTX 聲音質素我覺得APTX 如果我行ADDACTIV的話 理論上它的BVA是會更加高的 但我剛才聽來說它在清晰度是會好 低頻量就會少了 分析力就會好一點 但溫暖感就會沒有那麼高 差一點 感覺上數碼的味道會比較重 雖然在Beatray上 我們看不到它的效果究竟是在行多少Beat 但在APTX上來說 理論上是可以做得更加好 而在面板上其實都會見到 如果你是在行ADDAC的狀態 iFi的Logo就會轉成藍色 另外旁邊的指示燈 如果吃44.1-48kHz就會轉成白色 如果你是在行ADDACTIV的話 iFi的Logo就會轉成綠色 而旁邊的指示燈 如果吃88.2-192kHz就會轉成黃色 這裏亦可以看到變化 而且亦可以知道 中間在Beatray上也有些分別 它吃的採樣率也有些不同 兩者來說 其實可以讓大家選擇怎樣玩 但如果大家不太知道怎樣去轉 現在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這部Sony的Xperia 1M6上 怎樣把Codec轉一轉 首先我們進入手機的設定中 其實就會見到iFi Lossless的 Audio 裝置 可以看到它已經連線了 而L-DAC這個名字是我自己最後加上去 因為我方便我應用這個器材 所以我就選了L-DAC 以及在搜尋裝置上 其實會見到幾多iFi Audio 的物體 所以大家一定要連線的時候 就要選擇有耳機的Logo 或者不是連電腦的Icon 這個就要留意 接著L-DAC這裏就選擇了 裡面有一個無線播放音質 其實就有最佳品質和音質優先 如果你在家裏的話 其實音質優先就比較上 會出來的聲音穩定度會高一點點 但老實說 不是很嚴格的AB比較 你是未必可以看到的 但在這個狀態下 它是不能讓我調校aptX Adaptive 那怎麼辦呢 我們回到Android的系統裏 裡面其實就會見到 有一個叫開發人員選項 如果大家未開發人員選項 就看看你自己的手機如何設定 這個開發後 其實裡面有很多設定 開發人員選項 其實就可以看到 藍牙的狀態 現在是在走哪一個Codec 在走多少bit rate 我們看下去就會見到 我們會見到現在藍牙的編碼 就是在走L-DEC 取樣率是96kHz 接著是在走32bit 立體聲 我們再進去就會見到 有幾個不同的選擇 有一個就是Quadcam的aptX Adaptive 音訊 或者是aptX HD 或者是aptX 這裏只要你按一下Quadcam的aptX Adaptive 它就會轉為aptX 而且這部Sandblue 3 亦會有一個聲音 告訴你 它現在是在連接著L-DEC 還是在連接著aptX Adaptive 它就會將Beatware 變成24bit 44.1kHz 去處理 你的手機和Sandblue 3 就會在使用aptX Adaptive 來做傳輸 如果可以的話 廠方有些方法 令大家可以玩aptX 或者是L-DEC 去選擇 其實就會更加好 不過我都明白 因為裏面太多東西 所以如果一樣東西都有製造 可能都會比較複雜 除了有藍牙的接收功能之外 其實還有USB DEC的功能 所以現在我就用Notebook 經過USB 就給Signal這部Sandblue 3 做解碼 就行USB DEC 看看它直接有線的解碼 再看看在音色上有甚麼變化 只要轉動 就轉動了 就轉動了 因為你已經不夠了 然後再生命 再生命 我會生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用了Notebook 经过USB DAC 交了Signal 给iFi Sample 3 做解码 接着RCA 卖到Cambridge Audio 的西装和CAP 这一对的座地喇叭 明显地USB DAC 始终有线 你会听到稳定度是会高了 我在Tidal 中找了几首歌 第一首就是I Will Survive 很多低音吉他声音或者大提琴的声音 接着有张国仁的暴风一族和Bubbles Bubbles主要是试定位 因为如果它的解码控制力好 然后输出给下家做 如果它是做得漂亮干净的话 其实声音的背景可以很安静 另外暴风一族就是试Dynamic 因为哥哥这首歌到现时来说 粤语流行曲可以有这么漂亮的录音 还有这么好的Dynamic 都不太多 所以用它来试 试低音打出来的那种肉地就最好 其实三样东西来说 我自己就会觉得 在背景来说 真的未算是很安静 其实在Bubbles 你都会听到有定位 有空间感 空间的高度 其实就听得出 不是过了天花板 你都会听到 其实是在我前面 可能有三尺高 三尺低的上下 即是上下六尺的空间 的一个3D高度 接着阔度 其实就未去到穿到墙 但整体的音场 你都会听到 叮音波飞来飞去 接着低音波飞来飞去 接着低音波飞来飞去 但是不会怒 不会觉得是含糊不清 这个其实在这个电源 再加这个RCA 原装线的配套下 我觉得它已经算是非常不错 也有很多朋友 可能在家里 没有这个位置那么大 其实他在家里听的时候 可能已经听到 一个很不错的音场 哥哥暴风一族 低音明显的Dynamics 就是没有那么好的充程 以及干净度是会差一点 另外就是 去到I Will Survive 你听过大提琴 我觉得就很棒 因为我自己觉得 整个Zambu 3 现在这个状态 其实就是厚声 温暖声底 但也有七八十分的分析力 如果你是听流行曲 或者是听一些 录音好一点的 一些广东歌 其实你都可以听到 一个挺不错的人声 挺持性高的人声 但你问我 当然如果要升级 就真的要更换电线 至少在电源上 因为这种火牛电源 即是DC Power 其实在源头上 的确是会有很多声音 所以i-Fi 真的没有走鸡 它本身有一个 叫i-Power 2 的一个 Noise Cancelling 的一个电源 可以帮发噪音的电源 做一个过滤 也不是太贵 只有六百多元 所以如果第一次 你问我可以升级 其实也是升级 这个电源 然后再换一条 可能分析力高一点的RCA 那你的餐饭 其实就已经可以听一大牌 可以想象到 二千多元再加多一个电源 其实也是三千元 转一点 如果你的要求不是那么高 可能你是电脑桌上玩 你更加是可能不搞 直接用它 因为你近场聆听的话 其实可能你只不过是 你和对喇叭 可能都是两尺以内的一个空间 其实不需要那么大声的话 我刚才说的问题 你有机会是未必觉得有问题 因为我们刚才听的时候 其实起码对喇叭左右 已经起码有九尺 接着之后 录音的位置 其实也都差不多七八九尺 你可以想到 这个空间里面 其实我要开到这个音压 其实它是要放到些东西多大 而且它要求是多高 所以如果你是desktop玩 我觉得你未必需要升级 但如果你是大机玩 我觉得升级是可以接受的 亦都是一个性价比高的一种玩法 我自己就会觉得 今次玩i5的San Bruce 3 第一次就玩它这些 这么小小的座台仔的DAC和解码 而且它那种玩法 其实是好似合现代的流行玩法 很多朋友都是手机一部 然后由头听到尾 它既可以刚才这样放大 亦都可以4.4 插回你的好声的耳机 来在家里享受你的个人音响这种音色 4.4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我都没有再试给大家 但这部机我会放在桌上 做回DAC 接着就用来做耳抗的效果 看看它又会出来如何 所以这部机都会放在桌上一段时间 我自己来说 就会挺有兴趣 去继续试下去i5 Audio 这些产品 因为除了大机適用之外 我桌上也適用 家里也可以使用 我们Studio 也可以使用 我觉得亦都价钱方面很划 非常适合一些普罗大众 想进入享受音乐好一点点的朋友 第一件事就是玩这个东西 另外 跟机有一张Quick Guide 这张Quick Guide 我都很建议大家一定要留在这里 而且你玩机的初段 这张纸是非常有用的 它既可以很简单告诉你 部机的按针如何使用 以及接驳应该如何做之余 它还可以清晰给你去知道 究竟每一盏灯 它指示的一个曲笛究竟是什么 不同的模式 不同的一个传输的B-ray 它都会写出来的 所以这张卡 我觉得你继续在这里 玩到你熟的时候 就这张卡可以放在里面 但是 首不先这张卡 你一定要保持得住 看完这条片 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留言告诉我 当然也可以去我们的讨论区 跟我讨论一下 这部机你又会怎样看 今天这条片就来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片 请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关键我们的频道 再看一个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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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